下來 下來 你下來 下來 遠景攔下這輛 沒開大燈的鄉行車 女駕駛還渾身酒味 先拒絕下車 後來又激動下跪 那我跪下 不用跪 我錯了 不用跪 小姐你不要這樣 你先冷靜下來 聽我們講 沒有 我沒有做錯 我做錯是 因為我喝三杯酒 喝三杯 三杯 坦誠喝三杯 下跪認錯 又說家裡很有錢 可以 十八萬給你 十八萬給你 我家很有錢 不會 有公共危險 沒關係給你們 我給你賺 不要這樣子就待會兒 事發在三十一號高雄古山 女子說話跳針 說家裡有錢 可以罰十八萬 看起來喝超醉 原來她是菜市場攤商 晚間跟其他攤商 一起喝酒後 開車上路 沒想到除了酒駕 還兆陶 鄉行車鬼切超車 在市區狂飆 撞到人還不停下 騎士慘衰 還被車壓 兆陶又恰巧 被遠景攔查 這才破案 酒車值高達 每公升 0.65毫克 嫌疑色犯 公共危險最嫌 另外一騎酒駕 發生在左營 男子邊騎車邊滑手機 綠燈了還不走 遠景靠近 聞到濃濃酒氣 我也是剛關出來 不好關 裡面不好關 真的 我是說 比我當兵還爛 騎士被抓包 還侃侃而談 自己因為酒駕 剛被關出來 一查不得了 騎士居然有 七次酒駕紀錄 還敢喝酒上路 真的罰不怕 酒駕累犯被現場逮捕 記者紅富人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 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